你好,我是Clement 我国许多驾驶人士的手机都会下载GPS导航软件 除了导航带路,也可以避开车龙和节省驾驶时间 同时还可以标记路上哪里有车祸 以及哪里有警察设置路障 让其他驾驶人士可以提前应对 但是对于警方来说 这些超方便的功能却会妨碍他们执法 吉隆坡警方日前作出呼吁 希望民众配合不要在West交通导航软件应用程式中 分享警方设路障 不料却引起网民的两极化反应 有网民表示通过这样展示警察的存在 会让司机更倾向于小心驾驶和遵守交通条规 不过警方强调 这样的分享行为只会破坏警方对威力司机的执法 让警方难以对不良驾驶人士 尤其是酒后驾驶采取行动 针对这件事情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阿兹米也给出了回应 他说提前分享警方的所在位置 确实可以警惕道路使用者更加小心驾驶 并遵守交通规则 但是他强调 驾驶司机应该要意识到酒后驾驶 逆到行驶等等不负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危险 随着警方做出呼吁后 民众在分享路障讯息时应该有三思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热心分享路障讯息的举动 让真正违规的司机得以躲避警方取缔 导致警方无法有效的执行任务 同时驾驶人士受处与警方合作 而不是试图帮助那些在公路上违规驾驶的司机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